挖掘新聞內幕 挖掘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媒體人迪志維 鄭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參酒館的老闆林洪偉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另外是這個藝人Kitty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藝人沈建宏 沈建宏好 大家好 歡迎建宏 建宏是第一次來 對 第一次 以及生活玩家錢益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主題是偶像明星的斜槓人生 有的人斜槓人生是為了賺錢 想買房子 不夠用 錢不夠用 或者是他有另外的興趣 那麼這個今天我們邀請到這個建宏 建宏他在蔡奇亞走在賣 夾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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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用 建宏超帥的 是 很帥 謝謝 那建宏其實是很紅的偶像明星 這個我先考一下 演去記者 所以建宏有多紅 他其實讓大家看一下這個照片 其實從小就很帥 這是沈建宏小時候 那也是我們如果講從小看到大 會不會覺得把自己年紀講老了 他是在兩千年的時候去參加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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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猜猜 那個時候很紅的綜藝節目 吳宗憲 吳宗憲主持的 對 那他就是有一個 我們另外有個節目也很紅 叫我挖 我挖 我挖 我們也是二十幾年的節目 那所以他當時就上了一個單元 叫人不可貌相 那他是在這邊被受矚目 就是那個單元叫做最帥的小學生 所以他就是這樣子 真的蠻帥 八歲 對 好像說小二年級 小二 對對對 那是去參加我猜 他就被挖掘了 對 他有個單元 那那就是當時人家就問他 主持人問他說 有人說你像誰 那是像王力宏 王力宏 真的有誰 所以就是你看 小時候就是這個 小時候其實就帥 輪廓就很明顯 很清楚 很帥 所以他因為參加這個節目 後來被發掘 那他演了 演了那個原位的夏天 那是不是何潤東有演嗎 也有 就是邱澤 楊承林 還有吳馬 那何潤東就任他當乾兒子 所以何潤東任他當乾兒子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 他其實還蠻 當何潤東 何潤東 何潤東的乾兒子有什麼好處 就是 叫財產分過來了 沒有 就可以跟他學習 那時候風雲最紅的時候 對 因為他算是 他算是影歌四三七的藝人 就是說除了演戲 很小就演戲 然後他那時候也唱這個主題曲 對 也有唱過 然後後來他也跟陳毅組成了雙人團體 然後發唱片 演戲 他也到對岸發展過 所以這次在登上新聞版面 就是有一陣子沒看到他的消息 那通常我們一陣子 沒有看到這個藝人 要嘛會認為他是不是生病 要嘛會認為說 他是被經濟公司忍動 怎麼都沒有看到他的作品 所以再次看到沈建宏 我也蠻驚訝的 這是他 再來幹嘛呢 剛剛鄭大哥有講 在菜市場擺攤賣雞肉 那那個切雞腿的架勢 我覺得蠻厲害的 像我們家菜市場的那個賣雞腿的老闆娘 人家賣雞腿幾年 我那個切雞腿的刀法很俐落 他學七天 鄭大哥 他就會他就會讓 七天出塞 他可以讓雞骨肉分離 就是雞腿雞翅 那個很厲害 那是需要技術 對對對 那是需要技術 因為他待會 這算是你放的 建宏 我們新聞有去報告 新聞有去報告 那所以說就是因為 你想想看嘛 他都出道八歲出道 現在三十一歲 出道已經 二十三年 所以你說很多觀眾看 他就從小看到大 是真的 那也是當紅的 那我再問你 你看你跑新聞 跑得深不深入 對 沈建宏已經紅了二十三年了 收入有幾億 你知道藝人他要賺錢賺得多 他也有一些生活上的負擔 對 所以待會可以問他自己 如果這樣評估 估計算錢 因為他還有去中國發展 對 而且也蠻紅的 你知道風雲那時候多紅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二十三年 一年算兩千萬 但前面在培養的不算 平均如果算下一年兩千萬 我們二十三年很可怕 四億六 對啊 那覆利計算大概十億 那他為何要去擺攤賣雞腿呢 他興趣 興趣嗎 對 所以我覺得當然人家講說 行行出狀元 那我覺得他可能也是在這方面 有他的興趣跟天分 那我覺得肯做肯努力啊 對 都是很好的 這就是臺灣的價值 對 英雄不怕出聲低 對不對 那建宏 你為什麼有十億了還要 沒有的 沒有的 養幾場他們家的 他可能要把市場買下來 沒有 要養家要賺錢 要結婚啊 要想要成家 對啊 你生小朋友什麼都是錢 我覺得還是要多賺一點 而且演藝圈有時候浮浮沉沉 我覺得現在開始學做生意 所以就想說可以多一些收入的來源 你知道你很紅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完全沒有看新聞 你知道多少人是因為沈建宏的名字 去買你的雞腿 謝謝 謝謝大家的支持 然後才知道你的雞腿好吃 謝謝 謝謝 然後你生意才越來越好 真的真的 也感謝媒體 你很熱 很奇怪 你像我的國中的同學 沒有 我也很想要吃他的雞腿 你怎麼講到雞腿 你要看著人家說你太酷了 我會害羞 因為他也太帥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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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宏 大家很紅 我們才會邀請來 然後來看你這樣的人生 這很特別就是說這麼紅了 那為什麼去賣雞腿 先問一下 就是為什麼選雞腿 其實一開始是我女朋友 就是他以前在澳洲打工 然後他有剛好認識了一群台灣人 也都在澳洲 然後他們回到台灣之後 那種什麼 叫度假打工的 對對對類似的 然後他做過很多工作 在澳洲的時候 有去過很多工廠挑蘿蔔 然後反正就是去過園區 要摘水果 很多很累的工作 對 然後回到台灣之後 他也很好奇說 他那一群澳洲的朋友在幹嘛 就有一群人都跑去賣雞腿了 然後他就覺得很好奇 那些是台灣人 也是台灣人 回到台灣之後 台灣人真的要吃雞腿 對 然後他就應援際會之下 就問我說 我們最近週末有一些空檔 沒事 要不要無聊 我們去賣一下雞腿 然後因為我從小我的老家 就在果菜市場旁邊 我就其實對 你老家在哪裡 在三重 就在三重 就是覺得說 這個傳統市場 這個就很好奇 這個行業 因為我從小就出道 十歲就開始拍戲 我其實是完全沒有任何打工的經驗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也剛好 我覺得剛剛當完兵 剛剛退伍 然後有一些機會 可以接觸到不同的行業 其實我還蠻想去嘗試 多嘗試 因為我覺得我出道二十年 有一點點不能說職業倦怠 就是我會想要去體驗別的行業 在做什麼 也想多學習一些技能 就會想說萬一哪一天不當藝人了 那或者是我哪天不紅了 怎麼辦呢 會不會是不是還可以有一些謀生的一些方法 你這麼紅 你去賣雞腿 你不會有一種壓力嗎 就說哎唷 人工 對 一開始會覺得很沒有面子 會覺得口罩 帽子都要戴得很低 很怕被人認出來 然後喊也不敢喊 因為以前唱歌都會保養喉嚨 就不敢就是大聲的喊什麼的 然後又怕被認出來就會 整個人狀態是很不好的 但是你就會發現你的雞腿賣不出去 壓力就來了 對 就覺得管他的 管他三七二十一 對 拋下你的面子 對 你害怕什麼事情 你就要去做什麼事 然後我就是勇敢地跨出那一步 有兩個人已經出來 有 有一些人還是會認出來 然後我之前最遠跑到中壢去賣 然後就有一個郵差 要過來送信給那個房東 然後他就看到我 然後他就左看右看說 你是來拍戲的嗎 郵差認識你喔 然後我就說我是來賣雞腿 他覺得我在開玩笑 然後他就走了 菜雞腿你都在哪裡賣 我就是固定在三重 跟松山區的草埔市場 目前固定在這兩個地方 三重的郭菜市場 對對對 三重的幸福市場 靠近三河路那邊 三河路 然後之前還跑過天母市東 淡水 景美 汐止 然後臺北市一些小小菜市場 也會跑 就覺得蠻好玩的 去體驗一下各個地方 所以你肯定三重的幸福市場 對 然後固定在松山的草埔市場 草埔市場 那是固定禮拜日 固定四跟六 就我是單週四跟六 會出現在那邊 單週的四跟六的幾點 就是可能一早 就六點就會到 賣到中午 生意好中午就賣完了 我們這樣幫你宣傳 謝謝 等一下會賬單給你 他可以付費 他付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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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開始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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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